据国内媒体报道 在这四台巨型新巴拿马市港口集装箱起重机的 正华24号货轮 从上海出发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 终于在当地时间9月9日 抵达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蒂摩港的西格特海运码头 据报道 一路上 正华24号穿过了印度洋的风浪 绕过好望角 因飓风爱达短暂停歇 这套漫长旅程 被美媒形容为富有戏剧性 据悉 上海正华重工制造的起重机 每台的高度约为137米 重约1740吨 能吊起约85吨的集装箱 是巴尔蒂摩港吞吐量翻倍计划的重器 如此振奋的消息传来 让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忍不住感叹 对巴尔蒂摩港来说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他们成功了 他解释说 我们一直在追踪这些起重机 因为他们从亚洲出发 要穿过印度洋 绕过好望角 渡过大夕阳 还要战略性的避免活跃的飓风季节 有意思的是 从8月份开始 巴尔蒂摩港的官方推特就换身粉丝 持续直播正华24号的旅程 随着船只越发抵近巴尔蒂摩 推特的直播频率也开始增多 当地时间9月9日 正华24号通过当地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之计 巴尔蒂摩港推特连续发布多条图片和视频 直播船舶通过大桥的壮观景象 更有不少当地居民驻足观看 马里兰州州长霍根 也和港务局以及马里兰州运输部门的官员一起 观看了起重机的最后一段旅程 他说 对巴尔蒂摩港和组成港口 杰出劳动力队伍的男男女女来说 这是伟大的一天 近年来 巴尔蒂摩港的集装箱应务增长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这些新的超大型起重机的加入 港口的集装箱应务有望进一步增长 感谢港务局团队和我们在美国切萨皮克港的合作伙伴 巴尔蒂摩港将继续作为马里兰州的主要经济引擎之一 他随后也在个人推特上放出参观港口和起重机的照片 并配文写道 对于巴尔蒂摩港来说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 我们欢迎四台来自中国的新巴拿马市集装箱起重机 这四台起重机经过了两个月的旅程 包括通过切萨皮克湾大桥和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 终于抵达巴尔蒂摩 授权管理巴尔蒂摩港的切萨皮克港口公司副总裁贝亚德霍根斯也说 这真是太棒了 他们6月份装船 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起重机能给巴尔蒂摩港带来的东西 让我们真的很兴奋 根据巴尔蒂摩太阳报介绍 这四台振华生产的新巴拿马市起重机高约137米 重约1740吨 比巴尔蒂摩港现在使用的起重机高4.5米 重190吨 新的起重机全电动 不耗费柴油 并能吊起约85吨的集装箱 南巴尔蒂摩新闻网称 这些起重机将可以让码头工人同时卸下两艘更大更宽的集装箱船 切萨皮克港口公司将在未来几个月对其重机进行测试和准备 预计在2022年初全面投入使用 第一,第二,第一,第二,第一,第二 第一,第二,第二,第二 Awesome